来看到是已经被免职的郭冠英外界的批评声浪还是不断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胡志强 他就说郭冠英不适任当外交人员 来看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黄安晴来告诉我们 好的 初分以及各位观众 针对整个郭冠英的事件呢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这个胡志强呢 今天特别为了台中县市的合并来到立法院 他对于郭冠英的事情也忍不住说了重话 他说这个驻外的人员都代表 在国外的时候都代表了国家 一言一行呢都是非常必须要审慎的 而他认为郭冠英根本不是任担任一个驻外的人员 我们听看稍稍访问 如果这样的言论不是人 当然不是人 因为外交人员就是国家的代表 一个外交官三天不洗澡 人家会说台湾是臭的 所以外交官真的要体会自己的言情 足以代表国家 甚至于代表总统 甚至于过去的言情都会被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 所以不能不审视盛情 这是外交官最起码的要求 你不是你自己 你是代表中华民国 代表台湾 就像我讲 三天不洗澡 别人觉得台湾怎么那么臭 所以 你觉得他丢台湾的脸 我觉得他不合适再继续担任他现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您对新闻局的处置有态漫 处置他就是按部就班嘛 可能是审慎起见 按部就班 可能不一定符合民意和媒体的期许 但是新闻局的处置我觉得他也是非常审慎 然后最后处置的很断然 我想也是应该的 怎么样处置 新闻局要负责 现在新闻局做了这个处置 民众可以拍手就要好 新闻局还是要负全责 对外界质疑说到底新闻局是不是开展的太慢了 我们刚听到胡志祥特别提到说 或许呢 新闻局的这个动作没有办法符合媒体或是民意 但是呢 因为新闻局比较谨慎 比较审慎 按部就班 因此他认为呢 现在都已经依法来处置了 他认为呢 新闻局处置也是得当的 以上就是立法院最近状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同内主播